让我们掌声有请 爱鬼扯的沈玉林 大家好 我是威廉沈 沈玉林 好 我是台湾通告王 同时我也是索台王 我是荒谬大师 同时我也是综艺鬼才 厉害厉害 外号繁多 这当中最中肯的外号 是人们尊称我为 嘉义彭于燕 李淡 我的粉丝 在奇葩说当导师的时候 被人骂到半死 你还是没有学我学到位 我身上还有一个品质 就是做人 要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好啦 来说说 欧阳静 来 饶蛇很厉害 而我呢 也常常被大家称作是艺能界的饶蛇之神 想必大家都听过 威廉沈 aka我本人的最新 最新是个的 饶蛇单曲 想听吗 想 又有读书破万句下笔如有神 现在我要向你介绍一个APP 它叫有视频 上面精彩的内容 有猫有狗有名人 一有金有就在有视频 还有饶蛇之神 我沈玉玲 欧阳静老师 你觉得我的饶蛇是属于什么level的 很显然 他已经被我的饶蛇震撼住了 厉害 不然就是国语太差 根本没有听懂我在唱什么 对啊 花那个时光过得总是特别快 欧阳娜娜 我的同乡 这出生自演艺世家 他的爸爸当年还是穷瑶剧的当家 男一号 很多看过欧阳娜娜表演的人听到这里 应该已经猜得出来了 是的 他的爸爸就是马景涛 好啦开玩笑啦 这怎么可能呢 他就姓个欧阳啊 他的爸爸其实是 欧阳静 好啦不要管他爸爸是谁啦 总之他们这种新二代呢 小小年纪就承受了很多压力 但相比较于他得到的关注来说 这点压力又算得了什么呢 欧阳娜娜 你得到的关注还不够多吗 连邪欣这碗饭都要跟我抢 四岁就上康熙抢我通告 这就算了 现在演戏又那么好笑 到底是彼此谁啊 好啦关于方文山 我真的是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 真实的我特别强调 真实真实真实 很重要所以我说三次 之前有一次呢 吴忠倩献哥带我去方文山的这个生日派对 当时呢车上还有献哥 未公开的绯闻女友 车子开到以后呢 发现记者都等在门口 那献哥就很有经验啊 就说嘿嘿 玉林见鬼啦 我们先不下车 我们绕一圈 记者就会通通走掉 好啦我们一圈绕回来 发现记者真的不见了 然后献哥就大大方方拉着绯闻女友下车 结果记者一群跑出来 深披树叶 头顶花盆 对着献哥一顿狂拍 好啦第二天献哥跟他的绯闻女友 通通上了头条 那扯了半天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跟方文山没有一点关系的故事 就是因为方文山 要不是你非要过生日 献哥也不会上头条 好以下关于张艺星的是兵具设定给我讲的 绝对不代表本人立场 绝对不代表本人立场 好啦 我是 我认真的要赞美张艺星啦 张艺星真的很厉害啦 不仅是歌手 唱跳第一人 人体节拍器 还做制作人啊 主持人啊 演员等等等等 就连他出唱片 也是一张专辑里面有22首歌 而且还包含九种曲风 OMG ONG ONG 这就是乱枪打鸟嘛 我活了这么多年 数都数不出来九种曲风 为什么搞这么多曲风 还不是因为找不到适合的 而我就一种曲风 就被大家铭记了 就是什么 我的饶舌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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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书破 万句下笔又生 好啦不唱不唱 再唱欧阳经就学会了 其实我是很能理解张艺星啦 这么努力打拼 就是为了获得更多人的认可 但是寻求别人的认可这种事 就是一个无底洞 是填不满的 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 做人最难的 就是找到自己想要的 这是苏格拉底的问题 现在也是张艺星的问题 人世间最可贵的事情 就是做你自己 如果连你自己都做不成功的话 那就表示你自己 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 人生就是这样 关关难过 关关过 今天没过 不要难过 因为明天 一样不会过 谢谢大家 我是沈玉琳 Thank you See you 先去写了 拿拿拿拿 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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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当张艺兴 谁要当沈玉琳 别以为我不知道 刚刚说要谈飞我 哈 这里面一定有藏什么东西 没事 做看看 看 辨知有没有 心理错用 自己吓自己 奇怪 都没事啊 只好拿出最后的大招 怎么回事 你在干嘛 这怎么回事 是谁干的呀 不是我弄得很明显 不是你弄得你穿成这样干嘛 你们这里好冷啊 他们冷成这样我快受不了了 头盔要不要给你戴啊 我不要不要 你穿上太单薄了嘛 这个怎么办呀 天 我们下一季还有用呢 我们嘉宾的椅子 那下一季的话呢 我希望能够看到我心目中的女神 小孩子